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春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这两天 都会看到那个指数就只有小涨 而且都是量缩 那当然这跟美国股市 在礼拜五的时候休息有关 但是我们看这两天 虽然没有什么量 那指数呢只有小涨 可是我觉得台北股市表现很不错 为什么来仔细看 今天的盘呢 目前只有涨四十几点 成交量目前预估到收盘不到2000亿 对不对 可是你注意看嘛 台北股市也没大跌 最近的盘离那个前高 其实只差一点点 那有没有机会过前高 到底这个盘 从去年10月份涨到现在为止 涨了3200多点 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各位我们来仔细看了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跟各位去分析过 像在3月底的时候 盘是在走震荡嘛 我又跟他讲啊 来到4月份啊 到底要怎么看这个盘 我跟大家讲两个重点嘛 一个叫美元 一个叫南韩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嘛 美元的走势呢在近期啊 你没有看到它什么叫大涨吧 是吧 从去年10月份跌下来 虽然有反弹跌升弹而已啊 那最近这两天呢稍微有弹一点点啊 可是也没有让你看到大涨嘛 所以呢以美元的角度里面来看 它没有问题 因为未来 因为5月份会不会再生意嘛 那都还是问题在了 所以呢到了6月份会不会再生意嘛 那是以后再说啦 尤其这个礼拜会公布CPI指数嘛 那CPI指数公布下来 因为它是去看3月份当时的物价嘛 因为4月份去看3月份的物价嘛 那你整个3月份的油价 它是一路大跌的 所以我说CPI指数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呢公债殖利率还会跌 所以呢美元啊 它也上不去 有没有 好当美元一上不去 美元一走弱的话 接下来你就看啊 你觉得南韩会怎么走 你有没有看到南韩在创新高 有没有 我3月29号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跟你讲南韩股市 等会我们讲完之后 你就看南韩股市一路往上飙 那在中间的过程里面 上个礼拜稍微有点震荡嘛 很多人就跟你讲啊 你看这要跌啊 这要跌啊 这里要走空啊 没有 我跟你讲没有哦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南韩股市还是要创新高 对不对 当南韩股市创新高 我是觉得啦 接下来的中国股市要创新高 应该只不过是这几天的事情而已啦 那如果说当这些指数都创新高 那我问你嘛 这个盘是多的还是空头 答应该很清楚啦 那这些东西我都讲过了 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今天重点要放在哪里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既然现在离前高只差一点点 那关键是台股要怎么创新高嘛 就是说这个结构的重点它放在哪里嘛 我常跟大家讲说我在节目里面跟你讲的东西 很多老师讲不出来啦 反正就是涨的都是它的啦 我跟大家讲这盘为什么会亮缩 你不要说因为美国股市修饰 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小部分的原因 这个盘会亮缩的原因是因为 很多投资没有人家股票都套牢啦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到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 好像那个电子类股在那个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啊 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嘛 台北股市也没有让你看到大底啊 离前高只差一点点啊 我说你不能说这里是空头嘛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要一路凹一路凹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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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凹凹凰凹凹凹凰凰凹凰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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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現在結構上面要怎麼去過錢高 我說了 電子類股現在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有點溫水煮青蛙 什麼叫溫水煮青蛙 你看 等到漲上來你去追 追到高點之後 你看到現在都已經讓你看到 出現套牢籌碼去 有沒有 你再仔細看 有些個股上來 結果你去追 一堆老師都說有 有之後到現在為止 你看連季線都破了 這上面是不是都是套牢 對吧 你看都套在裡面 這些股票其實蠻多的 你注意看 比方說金碩 當初漲上來你去買 買到現在為止 你要怎麼賺 都在等解套 你看齊邦也是一樣 之前漲上來 如果你前面低點沒買 漲上來你再來買 今天一破線下來 這上面已經有一個月的套牢籌碼區 那更不用說什麼 連這些全職股都這樣 這是聯發科 對不對 然後比方說 威盛嘛 上面去追的到現在為止 也是一樣啊 都在等解套啊 這些大型的個股也是一樣嘛 上面都是套牢的嘛 對不對 好我們不用再舉了啦 再舉下去 我知道你心情也不好啦 好 可是現在重點在哪裡 就是說 像電子類股啊 我說你有沒有感覺到 很像那種溫水主情 尤其這一個月以來 只要你去買電子股的 買電子股的 看到漲的你就去追的 幾乎全部都在上面啊 那樣的節目去參加的 參加到現在為止 我跟你講等你哪一天感覺到說 啊這種盤子 這種講法其實真的是不對的話 你已經沒有錢了啦 已經全部都套一堆了啦 所以你現在稍微去改正 那要怎麼去改正 你怎麼樣幫你反敗為勝 我還是一句話啦 你要看得懂盤啊 你才能夠賺得到錢 OK好 那現在怎麼賺錢 我們來看喔 之前我就有跟大家講過了 電子股好多老鼠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到 現在電子股老鼠越來越多嘛 對不對 當初我也 三月初我就跟他講啊 嘎空持續嘛 但是有又多風險喔 三月二四我也跟他講嘛 那個又多的陷阱會更明顯喔 到現在為止你就會發現到 哇怎麼搞的 買的股要全部都套在上面 好那要怎麼反敗為勝 那你現在去看 這個結構裡面啊 台北股市我說 這個地方你要過錢高不難啊 可是重點是要怎麼去過錢高 也就是說啊 當整個電子類股讓你看到 哇怎麼搞的 溫水煮青蛙越套越多越套越多 現在都在等解套嘛 所以沒有量啊 合理啊 因為你就要買電子啊 可是你現在去思考的是 當電子類股啊 一定有法人或者是主力 或者是大資金的人 他在上面先賣嘛 賣掉之後 才會讓你看到股票上不去嘛 現在都套在散戶身上啊 所以這裡會有資金移轉的效應 我4月6號就有跟各位講過喔 電子它會轉到非電子喔 那你台北股市要過錢高 你現在電子類股套一堆啦 所以一定是非電子類股往上帶 那這個盤呢 它才能夠機會出來創新高 那國際股市都要創新高 你不可能說台北股市不創新高嘛 對不對 那重點是這個資金移轉的效應 我們現在要怎麼去抓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各位今天我測標寫了 韓國會不會大漲 你看我節目喔 我不會東點西點 我會不會給你買一堆 對不對 我說在這個市場裡面喔 我自認為啦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做功課啊 我自認為我能夠幫你挖掘 潛力股到底在哪裡 那航運類股呢 在這波走勢裡面 我們大概這一個多月 我都跟你講電子股不要碰 你不碰就沒事啊 不碰就不會被套嘛 你不碰你就不會變什麼 變老鼠嘛對不對 但是呢在這一個多月裡面 我跟大家說啊 你要留意哪裡 航運類股 好 為什麼航運類股有沒有大漲 關鍵在哪裡 我們來仔細看喔 我再說一遍啦 我也不要去播什麼VCR啦 因為我所有講的內容 在我們這個Line Edge裡面 都寫得非常清楚 那如果說你今天 可能不是會員的 你今天可能上班族 你有時間看節目 我說那都沒有關係 你加入這個Line Edge 一定能夠幫你很多 好不好能不能幫得到你 我們來仔細看喔 這是2月13號 大概2月中左右的時候 你看喔2月13號在哪裡 在這個位置區嘛 有沒有 那天的航運類股 長榮啊 我把它縮小喔 長榮跌下來之後 他創這個波段的低點 對不對 揚明當天也是創 當時在去年那個波段以來的低點 一堆老是在罵啊 你看那個航運股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各位 2月13號那天 我說 航運股 要開始留意 大家都在罵 我跟你講航運股要開始留意 你看到他要來早上9點40分 應該開盤沒多久我就告訴你了嘛 對不對 好 再仔細看 2月15號 那時候我也跟他講啊 航運股 可注意最近的走勢 對不對 2月20號 那時候我也跟他講啊 接下來留意什麼 海運股 你看這都是 早上的時候啊 大概9點多就跟你講了 對吧 好 我們來看喔 當初2月13號的時候我跟他講 台北股是要不要漲 關鍵在航運 可是那天的航運股呢 是創破端低點 一堆老是在賣 2月20號我跟他講啊 輪漲撐盤的關鍵在航運 所以呢 當時有低點的時候 我就叫你買啊 有沒有 長榮149嘛 陽明60塊多的時候我叫你買嘛 不是說等他漲上來的時候 我再叫你去買 我跟他講啦 你看得懂的人 你不用說等他什麼漲的時候 你一定要再來買啦 跌的時候你會知道 那就叫做機會 OK 好 所以咧 當初這個位置買完之後 他有先漲一段嘛 當初這個位置買完之後 他有先漲一段嘛 那你就可以發現啊 我不是叫你追的啊 我就幫你封到錢 那個潛力股在哪裡啊 低檔的時候你就先買嘛 那你不是要買低賣高 那為什麼你現在都在追高 一堆老是那個都是那個 那個電子類股 漲上來或漲停板他都有啊 你都在追高啊 可是我沒有啊 我那時候都低檔就你買 對不對 好 重點來了 韓國會不會大漲 有沒有機會 我們來看一個重點 當初為什麼這個點 那時候我叫你去買長榮 叫你去買陽明 我那時候有跟他講過嘛 你從BDI指數BCI BPI BSI指數 這四大指數來看 當時才剛從低檔 漲20% 漲30% 漲17.5% 漲4% 漲40% 對不對 問題上有沒有機會上去 前面那一段 為什麼航運類股能夠先漲兩層 因為BDI指數 他讓你看到了啊 一路往上啊 對不對 那時候也漲了兩倍 你看啊 從那時候只有漲兩層 結果呢 先漲兩倍 因為即期低嘛 讓你看到漲很多 對不對 好 那再來 那近期呢 BDI指數呢 讓你看到什麼 漲多之後有拉回嘛 我上禮拜就跟他講啊 現在你會發現到喔 這個拉回之後啊 現在BDI指數已經讓你看到 又在創新高了 BDI指數來到1560 前高1603啊 這個地方有沒有機會創新高 有沒有機會創新高 好 那各位 這很重要喔 我們來仔細看喔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說 航運的股有沒有機會大漲 因為你現在這個盤它是多頭啊 可是人家電子類股套一堆啊 是不是 你愛追嘛 你就去追嘛 你不喜歡航運就不要開沒關係啊 你都不要買 我可以跟你講啊 到時候航運股一漲起來 那些老師都有航運股 你會知道你會被他搞死 都要亂搞 好 那重點是為什麼我跟大家講說 航運股有機會 你來仔細看喔 你看喔 航運那股呢 當時啊 你還記不記得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就兩年之前嘛 當時的長榮最高已經漲到233塊 對不對 好 我稍微把這個弄一下 弄個量你這樣會看清楚 你想想看啊 那時候才50幾塊 漲到200多塊 漲了四五倍以上 那為什麼當時這一段 它會讓你看到 哇 怎麼搞得長成這個樣子 你仔細看喔 原因在哪裡 這兩張圖喔 兩張圖我把它結合起來 上面是BDI指數 下面呢 欸 導播你先把我名字都先去掉 都先去掉 下面是長榮的走勢 你會發現到喔 兩年之前的時候呢 長榮啊 從50幾塊飆到 我們把它還原全值啦 把全值還原的話是500多塊 540幾塊 那你仔細看嘛 當時長榮的高點 是不是又是屬於BDI指數的高點 對不對 好 那你注意看喔 你再仔細看喔 當BDI指數壓回的時候 那個低點 那是不是長榮這個低點 有沒有 那幾乎時間點快差不多啦 幾乎快一模一樣 然後呢 BDI指數在反彈起來的時候 你看啊 長榮是不是從低檔又反彈起來 沒錯啦 幾乎一模一樣嘛 那結果呢 當整個BDI指數在這一段 一下跌下來的時候 那幾乎嘛 那長榮就沒有高點啊 就下來了 是不是一模一樣 好 那你再仔細看 你看 BDI指數當時從這個低檔區啊 開始要起漲之前啊 差不多也是長榮的低檔區 對不對 你看喔 這一段中段在整理的過程裡面 幾乎啊 長榮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他也在走整理 是不是 所以我問你啊 你覺得航運內股會不會大漲 你現在指標看什麼 不用講啊 就BDI指數啊 是不是 高點 高點 每次的高點 每次的低點幾乎都一樣 整理完之後的攻擊 也差不多都時間都一樣 是不是 好 那重點來了 剛剛我們說過了 那你現在BDI指數呢 它現在離前高啊 只差一點點嘛 現在BCI呢 已經創新高了嘛 是不是 那你現在呢 經過整理完之後呢 現在這些航運的指數 都已經開始慢慢有上來喔 可是他有沒有機會再創新高 如果說他能夠再創新高 那不用講啦 航運內股一定跟著往上嘛 對不對 那現在重點是 我要怎麼去研判 他會不會創新高 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那要看什麼東西 我跟大家說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喔 直接從這裡來看啦 我們給大家節省時間一下 BDI指數會不會漲 其實跟中國的經濟有很大的關係啦 我這樣講你應該都可能能夠認同啦 因為中國是蠻大的一個出口國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你注意看喔 上面這個是BDI指數 下面這個是中國還有上海出口集裝箱的運價指數 我們先來看這個東西 紅色這條是上海的運價指數 你現在看到藍色這條 看能不能把這個放大 對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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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這條呢是屬於什麼 中國的運價指數嘛 中國是全中國很多港口嘛 所以一定要動的話 那當然是上海的運價指數先動嘛 對不對 好 你注意看嘛 當上海的運價指數高於全中國的運價指數的這個點 這就代表說它形成黃金交叉嘛 對不對 好 你現在回頭來看喔 這個黃金交叉一出現的時候 BDI指數開始從低檔翻揚 好 我們現在把兩個圖拿出來看 有沒有 BDI指數要怎麼樣才能夠大漲 你看紅色這條啊 上海的運價指數你就可以知道啊 上海運價指數一上來的時候呢 BDI指數就開始往上衝嘛 對不對 但是重點是 上海的運價指數一定要跟中國 整體中國的運價指數形成黃金交叉嘛 紅色要大於藍色這條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跟大家講喔 我們剛剛說嘛 BDI指數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衝 你現在要看什麼 看上海的運價指數 上海的運價指數喔 對不對 那我們說嘛 它這一定要形成黃金交叉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我們仔細看 這個位置區 我們要把這個位置區放大就好 現在上海的運價指數 來到956.9 全中國的出口的運價指數來到952.8 這代表什麼 紅色這條已經高於藍色這條 有沒有 那當這個地方出現黃金交叉 就如同這個地方的這個點一樣 當它出現黃金交叉的時候 BDI指數它要開始往上衝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為什麼這一段期間裡面 我一直跟你講說 那個航運類股你就先做一下啦 那個有低點你買你不會吃虧嘛 你去墮個電子類股 墮到現在為止一堆老鼠喔 那你現在整個航運類股的這個時間點 就是說全球的那個運價指數的那個時間 這個時間點的位置 幾乎跟兩年前的那個位置 幾乎開始一模一樣 所以當這個上海的運價指數一上來 我跟你講後面BDI指數就開始往上飆了 那你再回想來看嘛 剛剛我們說過啦 當BDI指數往上飆的時候 我問你嘛 航運類股會不會長 你自己去看 之前的圖形你就知道啦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段期間裡面 為什麼跟你講說 航運類股你就買一點 那當然我也沒這樣子跟你說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嘛 怎麼樣才能夠賺得到錢 不是說等到漲上去我再叫你買 同樣的你再從LINEX裡面來看 3月24號 那時候我就說啦 電子類股籌碼已經亂了 以免當市場最後一隻老鼠 你不要追啦 你要追我看你啦 這你的問題啦 我說航運是指數 續創新高輪漲的重心嘛 你措施二月中低階的機會 對 近期新加入的會員 在昨天航運股測季線的時候 我們開始低階 有沒有 好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你看喔 當初這個位置區叫你買 對不對 買上去之後呢 正好可能遇到一些 國際的那個什麼銀行倒閉嘛 所以它也出現壓回嘛 壓回的時候我還怎麼跟你講 我說來到季線位置區的時候 你可以買喔 對不對 好 所以各位仔細看 我怎麼帶你做 不用追啦 有什麼好追的 這是長榮嘛 3月23號那時候回這季線 陽明我們進場買 長榮我們進場買 你會發現啊 都是沒有漲的時候 沒有漲的時候我叫你買嘛 對不對 3月30號陽明那時候還有一次低點 我也叫新惠元 在63 4塊左右買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有低點我叫你買 這裡低點叫你買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起來了嘛 對吧 那會不會大漲 我剛剛就說啦 上海運價指數已經起來了啦 當上海運價指數一起來 BDI指數又往上攻啦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跟兩年前那個時間點 BDI指數要大漲的情況是一樣 所以我問你啊 你問他做什麼 你想一下啦 你還做電子行駛做吧 反正已經套一堆了嘛 對不對 再多套一點無所謂啊 套到最後你到時候 錢越來越少的時候 我會跟你講 你才會發現 那個什麼每天都漲停板 都他家的真的是他媽的王八丹 我說句實話是這樣子啊 人家都在亂搞你的錢 你還是去給他搞 那是你的問題啊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啦 有低點你先買 而且你看得懂 你不用說等到漲上來 你再來買 當你看得懂這種盤勢的時候 你看得懂這樣的走勢的時候 你不會航運類股買一堆 你懂我意思啊 有些老師都在亂搞啊 所以呢你會發現 越來越多老師在講航運股 我跟他講 我買點都給你看啦 反正都是在幫我們抬轎而已啊 我說很多時候老師是有程度上面的差別 所以我還是要跟各位說喔 航運股大漲的關鍵在哪裡 你已經知道了 要不要做隨便你好不好 不認同的就算了 那你就繼續買電子類股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穩穩當當的 待我們的會員操作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昨天那個上禮拜的專案 已經結束了啦 那如果你真的認同了我們的做法 你再打電話進來問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運大投顧蕭老師 富貴穩重球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民衡有限 俄滿皆知 舒服專線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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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大投顧真心照顧 運大投顧蕭老師 富貴穩重球 富貴穩重球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民衡有限 俄滿皆知 舒服專線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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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大投顧真心照顧 資訊 爸爸 為什麼到路口要停車啊 因為我們是知道啊 哦 我懂了 對方是幹道 不管執行或轉彎 都擁有優先通行權 沒錯 只要設有停讓標誌 標線或閃光紅燈的 就是知道 應讓幹道車先行 要是沒有那些標誌標線 或者號制呢 那就進入路口時 少線車道讓多線車道先行 車道數相同 轉彎車讓執行車先行 兩邊都執行 左方車讓右方車就對了 知道讓幹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歡迎來到現場 今天我們跟各位講解說 航運股為什麼會不會大漲 它的關鍵點到底在哪裡 我們剛說過了 這地方跟BDI的指數有關 那當然你BDI的指數 能不能大漲又跟什麼 上海出口集貨箱的一個 運價指數有關 好 現在已經開始黃金交叉了 這跟過去這兩年之前 航運股大漲的情況一模一樣 好 這已經開始有出現那個跡象了 那當然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你還是只靠電子類股的話 我認為啦 你電子類股已經套一堆了 那如果你今天能夠認同我們的操作 你現在不知道怎麼去做切入的 我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剛正好公司有拿這張 上個禮拜的這個專案 我跟他講 這個專案就最後一天 我們就乾脆來 今天就把它當最後一天 好不好 你打電話進來的 後面該怎麼去操作 你手上的電子類股 我一併幫你處理 好不好 50%付到年底 今天就最後一天 我們把它結束掉 OK 歡迎你來電諮詢 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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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达投顾肖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服务到年底 50%服务到年底 民衡有限额满皆知 舒服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节杯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但是把洗漱过来